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老铁们 你们要看的超大容量的充电宝车拆的视频来了 你们都是我的上帝啊 你们想看的我都会安排 就是我一个人拍摄 这个精度的话 肯定跟不上你们想看的节奏 而且各位老铁都知道啊 咱们车拆一个产品 肯定要把各个数据都测试出来 这样才会有参考的意义对吧 所以说你们不要着急 你们想看的我都会安排上 喜欢咱们视频的老铁们 老规矩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这样我才会有动力 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我手上这个 一速能量魔方pro 7万毫安的大功率大容量充电宝 我们先开箱 拿到这一个充电宝 确实把我震撼到了 型号J70pro 印在这个盒子的正中央 整个盒子的风格 还是赛博朋克的风格 这种设计的话 是一速一贯以来的一个风格啊 7万毫安的标识 一速的logo印在盒子的侧面 这一面则是充电宝的规格信息 它有三种语言 制造商信息 条码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有一个磨砂透明的盖子 这个就是充电宝本体 这个是多种语言的一个说明书 微信提示卡片一张 随着充电宝赠送的一根 C2C的编织件 功率是100瓦的 内部则是泡沫填充 这个是充电宝本体 充电宝连线材的重量是 1328克 这一根线材的重量是 31.3克 1300多克的重量 分量不轻 充电宝采用绿色加黑色的一个配色 这四个边都做了斜边处理 非常的有个性 这里是能量的标识 这个是透明的塑料 镶嵌在这上面的 一速100瓦的标识 这个是充电宝的显示窗口 这个提手也是非常厚实的 侧边则是绿色的盖板 屏幕下面则是四个充电口 两个Type-C口 两个USB-A口 内部舌片都是橙色 功能按键 电量显示采用的是LED数码管显示 这个充电宝 这一边是LED照明灯 双击这个侧边按键 就可以开启这个LED的灯 夜间做照明用 这个灯是非常亮的 充电宝的厚度43.6毫米 宽度为116毫米 长度大约是165毫米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充电宝的规格信息 产品名帧 7万毫安便携移动电源 型号是 YSPBZ70 PRO-100 电池类型聚合物理电池 电池能量 11700毫安 22.2伏 260瓦时 这个是上不了飞机的 Type-C一口输入最高功率 20伏3.25安 也就是65瓦 Type-C二口输入最高45瓦 C一口输出最高功率 255安 100瓦 C二口输出最高功率 45瓦 然后下面则是多口输出的 一个分配规则 我们后面测试再看 制造商 深圳市移速科技 中国制造 这个是序列号 3C认证 循环5年 不要扔向垃圾桶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这个充电宝拿在手上 就是非常的扎实 外观部分我们简单的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5次充方电循环 来测试它的转换效率 这个充电宝还有73个电量 我们把这个电全部放完 来进行第一次充电 5次充方电 我们全部用 移速的140瓦的充电器 来给这个7万毫安的充电宝 进行充电 这个充电宝第一次充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进去电量 263.14瓦时 充电时间 5个小时06分钟 65瓦的制充功率 充5个小时 才可以把它充满 这个容量确实是大呀 这个充电宝第一次放电已完成 这一次全程100瓦功率 一次性放完了 100瓦功率它是没有断过的 放出能量值是206.58瓦时 放电时间两个小时03分钟 这个放电的过程 我们采集了一张 它表面的温度图片 最高温度是54度 这个充电宝温度控制也是不错的 这个充电宝第二次充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君电量 260.44瓦时 充电时间还是5个小时啊 这个充电宝一充一放 就要花我一天时间 第二次放电的话 我们用65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电 已经放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放出多少能量 这一次全程65瓦 一次性放完 放出能量是230.89瓦时 放电时间 花了我三个小时17分钟 这个充电宝 第三次充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进去280.49瓦时 充电时间花了5小时20分钟 第三次放电 我们用45瓦的功率 来进行给它放电 又一次放完了 这一次放出能量240.63瓦时 放电时间花了我5小时19分钟 这个充电宝第四次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进去多少电量 这一次充进去电量294.73瓦时 充电时间5个半小时 充了几次电过后 应该里面的锂离子比第一次充电活跃多了 这一次放电我们用36瓦的功率 又是一次长时间的放电 这一次放电的数据的话 跟前面充电的数据重合在一起了 这个要算一下 这一次放出电量的总容量是242.38瓦时 放电时间的话减去前面5个小时38分钟 放电时间一共放了接近7个小时 这个充电宝最后一次充电和放电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给大家看一下 第五次充电充进去的电量是290.44瓦时 充电时间还是5个小时十几分钟 最后一次放电我们是5V3A的功率进行放的电 这一次主要是测试它的容量的情况 最后一次放出232.08瓦时 放电时间145个小时 总共放出的容量是45889毫安 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42000毫安5V3A 比这个额定的容量多放出3000多毫安了 这个完全不存在虚票了 我们放出来的容量已经远远超出它额定的容量值了 这个充电宝我们经过5次的充方电循环 按照每一次充进去的电量和放出来的电量 可以实际的换算出它的实测的平均效率为83.2% 充电宝的额定能量值是260瓦时 我们按照这一个额定值换算出它的平均的转换效率 高达88.6% 这个效率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转换效率 证明这个充电宝它是不虚标 而且转换效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宝 四个充电口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首先是这个充电宝Type-C ECO协议的情况 有QC3.0的5V 9V 12V 20V 3.6-12V 华为FCP的20瓦功率 华为SCP的25瓦功率 三星AFC24瓦功率 然后就是PD3.0 100瓦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V 5A 100瓦 PBS 3.3-20V的5A 也就是100瓦的PBS 这下面三个则是基础功率 然后这是Type-C二口协议支持的情况 这个协议的话前面部分跟Type-C ECO是一模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PD协议 这个是PD3.0的45瓦 我们点进去固定档位最高是 20V 2.25A 45瓦功率 然后PBS 3.3-11V的4.05A 然后这个是AECO的协议 这前面四个协议跟前面两个充电口是一样的 这下面则是三个基础功率 区别就是在于A口没有PD协议 所以说这个A口我们检测出来 它最高只能支持到25瓦的功率 这个则是A2口的协议的情况 A2口跟A1口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仔细看一下是一模一样的 从四个充电口支持的快充协议 我们可以看到C1口是100瓦的 C2口是45瓦的 这两个A口它是25瓦的最高功率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快充兼容性 首先是米家的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启动PBS Type-C ECO显示快速充电 实际的真实功率的话只有45瓦左右 反倒是C2口的功率的话它也启动了PBS 真实功率的话可以跑到28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荣耀300 它可以支持华为FCP SCP 还有PBS的100瓦功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兼容怎么样 Type-C ECO启动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在20瓦左右 应该是走的SCP的协议 Type-C二口一样的 功率的话也是在20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iQOO的J9 Travel 它可以支持PBS33瓦的功率 显示的正在充电 真实功率的话在12瓦左右 Type-C二口也是一样的 功率也是差不多的 这部手机是绿场的A3 Pro 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 实际功率跟刚刚蓝场的设备 功率是差不多的12瓦左右 Type-C二口也是一样的 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 功率的话也是差不多的 这部手机是三星的设备 显示的超快充电2.0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 Type-C二口一样的快充2.0 功率的话也是19瓦左右 每一个充电宝的上市 都有它的市场定位 这一个充电宝定位就是大容量 这个充电宝说白了 就是适合那些经常在户外的 或者是经常出差的 需要大功率大容量的 笔记本手机还有一些小的 蓝牙设备需要用的时候 这个充电宝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充电口足足的100瓦的功率 可以持续的一直输出 然后这一个45瓦的功率 给手机充 然后这两个充电口 给那些蓝牙的小设备充电 都是很不错的 我们来做一下多口功率分配 我们先要确定哪几个充电口 是同一个降压电路 再来进行测试 首先我们启动这个USB A1口 现在是17瓦左右 我们接上A2口 接上去马上就变成了5V的基础功率 证明两个A口它是同一个降压电路 我们再来确认一下C2口 两个A口同时用的时候 现在两个都是5V的基础功率 同样的是启动的5V的基础功率 我们这个测试就说明这三个充电口 为同一个降压电路 三个同时用的时候 都是5V的基础功率在输出 输出总功率的话 大概就是20多瓦的样子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两个A口你同时使用 它的总功率只有20多瓦 然后这个C2口你单独用的话 它有45瓦的PD输出 如果你这三个充电口同时用的时候 这三个充电口的总功率 不能超过这一组降压电路的最高功率 也就是20多瓦 首先Type-C1口我们启动100瓦功率 我们再接上Type-C2口 断连功率马上降成65瓦 这边的话就是启动的PD35瓦 总功率就是100瓦 我们拔一下C2口 拔下的瞬间它没有断连 功率就涨到100瓦 这就是四个充电口同时输出的时候 Type-C1口它始终是走的大功率 多口用的时候它是走65瓦 单口用的时候它走100瓦 Type-C2口单口用45瓦 多口用的话就是基础功率 加起来总功率100瓦不能超过 这就是这一个充电宝的输出车率 这个充电宝的容量4万2千毫安 如果说是四部五部手机的话 你想把它的电耗完 那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说这个手机的耗电测试 我们就不测试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一根100瓦的CC线 它的基础数据 后续拆解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它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根线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 这是线材内部eMarker芯片的信息 被动型数据线 内部的方案的话 我们需要拆解开才知道 这上面没有写 20伏五安 最高功率也就是100瓦 USB2.0 传输速率 下面则是版本信息 这个线材的线组为108毫欧的样子 一米长的线 这个线组的成绩还是可以的 这一根线材的压降值数据 我们就测试9伏和15伏 现在是9伏1安的压降值 0.11伏 9伏3安的压降值 0.33伏 15伏1安的压降值 也是0.11伏 15伏3安的压降值 也是0.33伏 20伏3安 60瓦功率输出 这边的话就是59点几瓦 丢失功率约1瓦 20伏5安 100瓦输出 这边100瓦 这边97点几瓦 丢失功率 2.8瓦左右 我们现在来测试 这个充电宝最关键的数据 也是各位老铁们 最想知道的一个数据 就是它的纹波控制的情况 4个充电口 我们每个充电口都测试一遍 现在是Type-C1口 5伏3安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39.6毫浮 平均纹波在24毫浮左右 9伏3安 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54.8毫浮 平均纹波在30.8毫浮左右 12伏3安 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在49.9毫浮 平均纹波在33.6毫浮左右 15伏3安 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5.5毫浮 平均纹波在31.6毫浮左右 20伏3.25安 6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35.1毫浮 平均纹波在16.9毫浮左右 255安 100瓦的最高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2.7毫浮 平均纹波在40.3毫浮左右 这个C1口的纹波 表现很不错 现在是Type-C2口的纹波 5伏3安 1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32.9毫浮 平均纹波在17.2毫浮左右 9伏3安 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1.7毫浮 平均纹波在25.3毫浮左右 12伏3安 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2.8毫浮 平均纹波29.6毫浮左右 15伏3安 45瓦功率 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35.1毫浮 平均纹波26.5毫浮左右 20伏2.25安 C2口的最大功率 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34.2毫浮 平均纹波 45.6毫浮左右 C2口的纹波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我们测的是A1口的纹波 5伏3安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58.1毫浮 平均纹波在18毫浮左右 9伏2安 18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5.6毫浮 平均纹波在22.2毫浮左右 12伏1.5安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7毫浮 平均纹波在25.8毫浮左右 这是A1口的纹波 也是很不错的 现在测的是A2口的纹波 5伏3安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8.8毫浮 平均纹波18.5毫浮左右 9伏2安 18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6.5毫浮 平均纹波 23.3毫浮左右 12伏1.5安 也是18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56毫浮 平均纹波27.8毫浮左右 这一轮测试下来 这四个充电口的纹波 表现都还是很不错的 像这样的纹波的话 大家就不要担心 它会什么伤害我们的设备了 几十毫浮的纹波 表现都是很不错的 移速能量魔方PRO 100瓦7万毫安的充电宝 测试下来各项数据都很不错的 特别是100瓦 65瓦 两个大功率的档位 可以持续的两至三个小时的输出 而且中间不会断连 温度最高也就是54度的表面温度 对于那些虚效 PD100瓦的和65瓦的设备 简直就是太友好了 你要拿着笔记本电脑外出办公 有了它 你就不用担心笔记本没有电 摄影玩家用它来给摄影灯补电 一拍就是几个小时 完全不用担心摄影灯的续航问题 还有无人机玩家 户外露营玩家 外出钓鱼的钓友等等 这就是这个移速大容量 100瓦充电锅的产品定位 用它来给手机充电 那就是大财小用 各位老铁们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测试真的不容易 这一个测了我一个礼拜时间了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各位老铁们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